我們先用一根 就是我們先拿一個膠囊形 把它做得比較細一點之後 然後利用一個扭曲 把它做一個扭曲的效果 方向扭曲 當然這邊我稍微做了一點模糊 讓它邊緣的部分扭曲得比較明顯一點 再來我用一個perlite noise 把它做一個 再一個扭曲 細節的扭曲 扭的比較細 這個是大的扭曲 那個大補的 然後再一個細節的扭曲 然後把它的輪廓強調出來之後 再把它模糊 再把邊緣的部分加點小細節 用perlite下去做小細節 然後去做一個level 去做把它強化它的輪廓 再把它模糊之後把它合併起來 那這樣子數字基本形就完成了 如果你對數字的形狀不滿意的話 你還可以再回去調整你的大型中型小型 大型在這裡 那你先點兩下這邊的效果 比如說這邊 那我覺得說我形狀不行不滿意 你直接在這個地方去調整 它會直接 因為扭曲的位置不一樣 它扭曲的效果也會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調整說 你覺得哪個地方 要扭曲是比較OK的 這樣子 OK 所以不用擔心隨時可以調 層次性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這邊看 那這個數字到這個地方 已經有了自己的輪廓 再加上那個層次 就是邊緣這個模糊會讓它變成有個立體感 就是從最圖的地方 逐漸的變滑下去 這樣子變成比較低的 弧度的效果 那我再配合上一個雜訊 把它堆疊起來之後 堆疊在這個地方 讓它上面會有一點就是 扭曲的樹紋的效果 好 這裡可能太強了 扭曲可能很小一點 好 扭曲可能很小一點 好 然後再來這邊就會有一些 我在 我再用點了一些那個 overlay overlay 好 我用overlay去點了一些雜訊 大顆的雜訊之後 把這個大顆的雜訊 再把它跟它跟剛剛小的雜訊 再疊在一起 那我就有大的效果 我也有小的效果 這樣子 OK 差不多 Soft Light Screen 差不多 好 大概是這樣 簡單來說 我就是 你做物件的大原則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先把你的雜形 大型先抓出來 你又從什麼型開始 然後逐漸加造型 加扭曲 加扭曲 好 讓它的形狀 扭曲到你想要的效果 好 扭曲到你要的效果之後 加上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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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到最後出去 上次我最後好像有講 就是在這邊做一個 output 在最後完成這個地方做出一個 output 輸出 把它接上去 好 因為最後 最後我是要把這個圖 最後是要做一個輸出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 做一個 output 然後在這邊 usage 這個地方去加一個 height 高度 好 如果今天用的是我的檔案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還沒有做 就把它做一下 好 烤 Ctrl C 好 我習慣是把那個標籤都貼上去 高度 好 Level 貼上去 好 好 好 習慣如此 好 那這樣子 最後我只要回到 這邊我先存檔 這邊我只要回 欸 那我這樣存檔的話 你的檔案就跟我一樣 好 我等一下立存信檔 好 好 沒關係 總共言之 將來我到這個地方去的時候 我回到我的set的時候 我只要把剛剛做的這個 拉進來用 就會用 它們可以互相包含的 所以是ok的 好 好 這樣就進來了 這樣看得懂意思嗎 它就直接出了一個這樣的折操 好 等於是我像這樣出石頭 當初我是這樣出石頭扭曲嘛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分了兩種做法 可以給各位思考 一個做法是什麼 我直接在 如果東西不太複雜 我直接在一個檔案裡面全部做 那我如果東西 還有很多元素要做的話 那我可能會做成好幾個小子檔案 用子檔案來做這個部分 然後再把它最後再到一個大檔 就塞進去做了起來 這種做法 至於哪種做法好 我不限制你 反正你做業就是交一個 看你知道坐在裡面還是坐在外面 都隨便 好 在最後我要看到 全部合在一起的結果 好 那總共一直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問題 還記得嗎 可以齁 那可以的話 你先幫我把檔案開起來看一下 確認一下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 我現在要 接下來要改的東西 是這樣子 我現在這個樹枝 現在有問題是這樣子 我樹枝我不希望都長一樣 我樹枝都不希望長一樣 我今天可能像當時都一樣 我可能有三顆五顆都長不一樣的樹枝 那我現在要做不一樣的樹枝的話 怎麼做 最快的方法就是改變它的扭曲 比如說我改變這個東西的扭曲 是不是可以改變樹枝的形狀 它變成扭曲不一樣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樹枝的大小 我可以在我的樹枝的 本來膠囊這個地方 size這個地方 scale 這個地方去縮小 很大 所以我可以去產生輸縮 就是大小不移的 或者是扭曲效果不一樣的效果 我可不可以在細節的扭曲上面去做效果 也可以 做大一個做小一個 或者是調整移動 這個都可以 但是我們不要做太多 就做一兩個就好 來 第一個 我現在希望 這個樹枝的長短 這裡有一個scale scale是整體的縮放 整體一起放大或縮小 那x是橫向的放大 或是y軸是橫向的放大 這樣子 那看你啦 那我如果今天只是要做一個 我今天要整體的放大縮小的話 我直接調scale 你在scale的這個地方 點出來 把這個地方做一個expose 意思就是 我現在要把大小的這個詞 變成乱數 不是變成乱數 變成變數 設定為變數 那這個變數我將來是可調式的變數 ok 我就把expose出去 他問你說 那你要叫什麼名字 預設子 因為他預設子你只叫size 這邊要寫size 對嗎 scale 那你可以去把他換個名字也可以 你換個名字也可以 我就叫做 twig size scale twig scalp ok 好 加個底線好了 ok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scale 這個值 我之前好像有講過這件事 它的變數就變成 會消失 你沒辦法調 你沒辦法調 以後你要調這個值的話 你在空白的地方點兩下 空白的地方點兩下 它會在你的全體設定上面 會多一個input 輸入參數 在這個地方 會變成你的參數 好 那三個認識一下 default的預設值為1 我剛剛最大值為1 那最小值為0 最大值為1 意思是說 我給你限定在最小值 最大值的0到1之間 然後你在拉桿的時候 預設值就是拉0到1之間 這樣子 如果我覺得說 我今天如果調這個 default這個條 如果我覺得都太小 其實沒1 比如說0.37 0.4好像看不出什麼蛋白 那我大概0.4 0.4以上 那這樣子的話 將來我在控制的時候 它就直接 預設值是拉在0.4跟1之間 這樣子 好 那我大概就是抓到 我先0.8 大概這個值 這個值 可以嗎 那先這樣子好了 先試著幫我把這個 先設定起來 好不好 我畫面先切過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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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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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